的一个报表 就是统计一下 我们客户里面 比如说年次到59的 还是多少 一直到79 一个简单的分析图表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讲 你一定要年次的栏位 第二个的话 特别注意 你产生年次之后 年次怎么产生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 刚刚讲的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Labs 不过Labs之前 你必须要把 这个里面的资料 真正的转换成什么 真正转换 就是用Test取得 它真正现在长的这个样子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之后我们日期 等一下就会再提 其实这个里面 它实际上放的是 西元年 只是因为我们繁体中国里面 有那个民国年转换 OK 那可是我如果今天呢 我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 就是把它真的转换成 我看到的跟实际上就一模 所以我现在70斜线 9月17这个里面的结果的话 那我第一个 我可以利用插入函数 可以利用刚刚最近使用过的Test 按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 Test它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是它原来里面的东西 就是这个value 它里面就是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它跟190年又要相差几天 那可是问题它并不是长 它里面实际上是这个 但要把它变成像这样的文字的话 关键就是这个format test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填那个format test 我们刚刚是直接填三个0 可是问题不对啊 三个0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将来要填那个format test 有个关键 就是直接在哪里呢 在这个里下 这个上方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 那我刚好提过 关键地方在哪里呢 是定 也就是说 反正我不管 它里面到底是 用什么样的公式 产生这样的一个格式结果 我只要怎么样 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format test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以后呢 反正你看到的 如果跟你要抓的不一样 你可以闭着眼睛 第一件是把它这个字定里面的复制起来 贴到test的format test 它就会真的帮你转成那个样子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很多地方 你真的是 感觉就是一直一直有点像鬼打墙 奇怪 我看到的明明是这个 为什么我抓到就不是那个资料 原来它的格式 跟它实际上 存的是不同的不同的样子的资料 OK 所以我们一把它复制 二的话呢 做什么呢 在这边直接就插入一个什么 文test 然后直接特别最后 先把format test前后加两个双引号 把它贴上 所以step 一直接把格式的制定的公式贴过来 二的话再把这个value的值过来 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的这个实际上的结果呢 就会跑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 就这样而已啦 所以其实test 主要的作用就是真的帮你变成你看到的样子 应该可以懂个意思啦 这个函数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题都是出在 他看到的跟他取的又不一样 所以他一直就在这个地方过不了关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他就帮我把这个资料给带过来 再来我只要前面两个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再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 把它剪下来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会用到第一阶段公式 然后第二阶段是再把它去留两个字的话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剪下来 再插入第二阶段用laps 按确定了把刚刚的那个公式贴到哪里 贴到test里面 就这个 然后呢 他就会得到我们要的这一串文字 那我要几个字呢 laps是从左边数嘛 数过来两个字就好了 OK 然后这时候按确定就好了 他就怎么样 真正的帮我把70留到这边了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70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数字才对 但是呢 因为经过test所取得的 顾名是一码 test就文字 也就是一个文字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拿这个70来做计算的话 会出错 因为它不是数字 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不能计算的 除非你要把什么 把文字再转成数字 才有办法计算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 特别强 因为很多人问的问题 也都发生在 他搞不清楚文字跟数字的差别 所以两边资料就不match 可能来的资料是 可能是数字 然后呢 你取得的是文字 两边一比 奇怪 怎么比都比错了 因为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文字 看起来是你在ESEL里面看到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在ESEL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资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因为也是太常遇到 因为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是这种问题 那表示说什么 因为那个同学可能这部分的观念不清楚 所以我特别讲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避开这些问题的话 那以后做事都很轻松 那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以前也犯过错 因为我之后不会再犯 我就觉得这很关键 我的比例把它记下 按确定 好 那这时候向下填满 就OK了 但是呢 你想说 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 第一个我可以从这边知道说它是文字 第二个的话 还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出它是文字 哪个地方呢 你没有发现 对齐方式 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数字 放在储存格的时候 它预设值 对 确实靠左 不对啊 理论上数字一定靠右 如果你看到这种现象 你就要有一个敏感的直觉 它是文字 那它是文字的话 就会造成错误 哪边错误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个枢纽分析表 特别的枢纽分析表 这两个 假设我今天呢 已经有了嘛 接下来我如果要做这个东西 那你会发现哦 前上面这个本来不需要 因为这个不能有了 把它删 因为这是说明 因为将来我们在实际上操作资料的时候 不要多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是只是一个立体的哦 好请你把上面那两列删除 然后呢我们就利用这个什么插入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那这个范围它就帮我选起来 按确定就好了 接下来如果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年次的话 你会帮你一个年次 占比多少 一样丢到年次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帮你统计出来 然后58年次的一个 59一个 那如果说我将来怎么样 我要把它变成50年次的 就50到59 这边你可以用按右键 有个叫什么 组成群组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群组 比如说10年 50年次到59 10年当成一个群组 那就是什么 就表示说那是五年即生 六年即生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但是 你如果按右键 你去把它组成群组的话 它会跳出什么讯息呢 选取范围无法组成 为什么 因为它是文字 那如果你要群组的话 你一定要是数字 数字它才有办法说 知道说50到50 哪一个range 一个range的话一定是数字 OK 不能是文字 文字它没办法辨识 所以Exail这个地方就挂掉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表 并且做群组的话 这个可能要删掉 接下来要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呢 把这里面的资料 变成 文字 转换成数字 就搞定了 不知道各位知道 哪一个函数可以把 那个什么 文字转成数字 在Exail里面 超乱函数 里面有没有在文字类里面吧 文字 转换成数字 其实在这个group里面有 哪一个才是呢 但你不要傻傻的从头 一直往下看 不过我觉得你以后有时间的话 可以慢慢看 因为这里面就是功能 下面就有叙述 什么功能 不过这样太少了 因为他刚好在最后面一个 就这一个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 那个文字资料 再转换成数字资料的话 记得一定要value OK 这个说真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函数 因为我发现之前有蛮多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都是不知道有这个函数 所以他用什么value函数 他说老师 为什么value函数 怎么value函数得到 就是没有东西 我一看 你两边形态不match 比如那边是数字 你这边是文字 怎么会 那一定是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请记得 请你利用什么呢 这个把它包一下 怎么包很简单 直接在等号前面打一个value 很简单 就包value 这边有出现value 前刮符 在后面再加一个后刮符 这样意思就是把这里面所产生的结果 70 这个结果就是他把70的这个文字 经过value之后的话 变成70的数字 其实看起来真的没什么方 不过我跟各位讲 是真的说关键 很多地方就错在这里 OK 那当然你如果打勾之后 会有一个蛮明显的变化 就对齐方式会马上改变 它本来是靠左对齐 会马上变靠右对齐 如果你变靠右对齐 那攻起你就对了 OK 所以有很多真的细节 这说真的 说重要吗 其实说真的 你不会就是做不出来 你会的话就是很OK 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 有没有 靠右了 其实没什么 真的 但是很多细节 所以为什么我眼睛一看 我就知道你错在哪里 我根本不用动 我看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 OK 好 向下填满 再来我们一样 用这个枢纽分析表再做一次 插入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 所以有些人 我说为什么照你的方法做 做不出来错 我说你有没有转型 没有 没有就错了 OK 这个 这个是我要去做那个年次 这个不 值的话就是他如果是放一个数字 放一个数字 他可能会帮你加总 有没有 加总 有没有 因为他放一个数字自动会加总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计数的 所以点这边一下 点一下 然后刚刚这边把它改成用Count 用计算里面有几个人 因为如果你拖拉的时候拖拉到这个加总的话 如果是一个数字 他自动会帮你加总 如果不是数字 他帮你算几个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是算几个不是加总 因为他文字没办法加总 按确定 再来 刚刚那个问题有没有存在 刚刚我们不是在旁边右键 对不对 把它组成群组 对不对 这时候你会发现成功了 有没有 刚刚是跳出五法 这个时候才可以 再来我怎么样 我如果开始是50年次到79年次 那间隔的话10年 有没有 从50到59就10年 然后在60到69又10年 这个就是兼具就看你了 反正是将来你这个group 你要看怎么去兼具 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结果就出来了 那算完了 50年次二两个 所以他不是我们客户里面的主要客群 我们主要客群是这个70到79 所以不同行业别 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他的年龄 按照他的性别 按照他的区域 按照他的什么 你可以去做分析 OK 潜在客群才慢慢可以找得出来 最后的话 变成一个图很简单 在哪里 这边有个图表 枢纽分析图 对 所以你直接产生一个爆表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变成图的话 直接在枢纽分析图里面 你就可以去找 我去找一个最简单的 找再按确定 枢纽分析图就做出来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把它变漂亮 有没有 马上可以看到哪一个range 就OK了 我再重点回顾一下 一 特别注意 应该可以动力 一请你先把这边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有没有 制定把这个复制贴到format text里面 让他转换成这个text 然后再用laps去切两个字 外面再用什么 value去转换成数字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枢纽分析表 将来如果你要会用 我建议就是你一定要记得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你是做不出那样的结果的爆表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那个栏位就OK了 第二个要思考就是那个栏位 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文字 刚刚那个group就做不出来 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如果是文字 它一定是靠左 你要把它变靠右 就外面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OK 然后最后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那个枢纽分析表的群组功能 就可以50到79 每10年当成一个group 那它就自动帮你把这个一个一个分出来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你要分析的结果的报表 就做出来 OK 试一下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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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ło 完成了